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 近几年来在越来越多欧洲国家 开始引发疑虑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赛托在日前就表示 意大利在四年前加入一带一路 是临时起义的 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决定 意大利极右派总理梅洛尼也表示 意大利是G7当中 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 但却不是G7当中 跟中国贸易最紧密的国家 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吊诡的 种种显示 意大利似乎在酝酿要退出一带一路 意大利极右派总理梅洛尼 去年底上台后 对抗俄罗斯立场鲜明 接下来恐怕还会退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是G7和欧洲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我们不是中国国家的最好的交易 这意味着你能够有良好的交易 无法跟中国交易 同党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表示 意大利四年前加入一带一路 是临时起义而且非常糟糕的决定 因为中国对意大利出口大增 意大利对中国却没有同等增加 不过克罗塞托也说 如何在不损及中国关系的情况下 退出一带一路 是意大利的重要课题 正在访美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跟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国会议员互动热络 但梅洛尼表示 自己也在计划访问中国 跟中国政府以及意大利国会磋商后 预计12月前决定是否退出一带一路 霍尔街日报报导 历经三年多的新冠疫情 中国将在10月盛大举办一带一路峰会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廷表态出席 为了跟普廷划清界限 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捷克等国领袖 都没有计划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林又任编译 中文字幕提供